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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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這一次 我們的護國神山台積電 要去美國設廠了 看起來是風光一件 怎麼背後難道有張宗盛 說不出來的難處嗎 我想問一下蔡總 去美蓋廠是不甘願的嗎 人家講張宗盛 那天說我們去美國蓋三奈米廠 是在發SOS求救訊號 他在擔心什麼呢 對 前外交官借文吉他評論 就張宗盛親口證實 在美國要蓋三奈米 其實張宗盛在求救 為什麼 因為美國是要求TSMC 在美國一共要蓋六座廠 聽好 六座廠 現在五奈米 三奈米 後面還四座啊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台灣對外的投資 是一個原則N-1 這什麼意思 什麼叫N-1呢 比如說以金眼代工 現在最厲害的就是2奈米 對 要比他第一個世代 所以3奈米就可以去 但是 最先進要留在台灣 對 但是 介大使他沒有講的 我要告訴大家 台積電的例子不一樣 跟友達勤創 當年到我們中國大陸 面板的投資N-1 完全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台積電 佔營收60%的客戶 全部是美商 對啊 什麼Intel 所以他假如有3奈米 以後甚至有2奈米的話 這些蘋果為首的 美國的公司 都直接在美國下單 所以到時候 TSMC 美國廠一定比台灣廠更重要 所以張宗某在求救什麼東西 擔心人才的流失 他擔心的是人才的流失 目前1個廠以後變6個廠 人都被去美國了 對 我們觀眾思考一下 台灣沒有生產石油鐵礦砂 但是為什麼我們的經濟 在世界上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靠的是什麼 優秀的人才平經濟 這個是核心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因為同樣的在亞利桑那 的鳳凰城都有設廠 台積電跟Intel 台積電他現在是拿兩倍的本薪 大概平均工程師的薪水年薪 我們都化成年薪 美金是11.8萬 就去美國的工程師 可以拿11.8萬美元 你看隔壁的Intel 平均工程師是12.8萬 所以一樣的地方 在亞利桑那的鳳凰城 Intel的薪水 就是比台積電來得高 台積電現在派去了 鳳凰城的工程是這樣 他現在要簽三年的約 對 約滿了以後 可以轉任美國廠的員工 公司給你各種的福利 尤其幫你申請到綠卡 這個時間點申請綠卡 誘因很大 對啊 兩岸關係緊張 對啊 那你什麼 下一代的話 在美國的話 從幼稚園到高中免協會 將來讀大學 在美國就直接讀大學 英文又講得呱呱叫 但是可怕在哪個地方 以後台積電在美國廠 派去了幾千名的工程師 月到滿了以後 又想拿利卡 又留向美國發展 指你要在美國受教育的話 旁邊的Intel來直接挖角 而且薪水比較高 對 因為Intel從2021年已經宣布 投入200億美金 在鳳凰城要蓋兩座的經驗廠 我都懷疑這是請進入問 因為以前Intel要來台灣挖 台積電工程師 你頂多挖幾個 挖不了幾個 現在幾千 幾百顆 幾千個人放在你家的門口 你來挖多方便 但是觀眾會問 不用太緊張 美國這樣 人才流失 以前中國大陸 也把我們的科技人才挖了一堆 而且薪水都開好幾倍的 但是好像也不怎麼樣 也沒有影響 我告訴你 情況不一樣 為什麼中國挖了台灣 這麼多的優秀的工程的人才 影響有限 我看第一個原因 中國的企業內鬥非常嚴重 我們舉一個案例 中興國際 中興國際從成立 就是我們台灣人的張魯金 那個是很之前 現在你看 他就把台系的人馬挖過去 希望他技術更好 但是你看一下每個下場 蔣上義已經辭掉互董了 去紅海 對 紅海 梁孟松這個技術很厲害的 當時也把董事長給辭掉了 再過來楊光 這也是台灣人 也把獨立董事辭掉了 為什麼 有這麼難待嗎 那個內鬥太嚴重 台灣請來這一批人 鬥來鬥去 對你也不是很信任 把你的技術學完了以後 也不見得再重用 待不下去了 但是你看 他本身的中國的派系也很慘 像中興國際的話 周子雪是當董事長 這個是中方的人馬 你看他現在辭掉了 換成高永剛的接任 人家講 這個叫派系鬥爭 還有 中興當中在中興國際 研發最高的一個主管 叫吳金剛 但是他也離職了 為什麼 他說你們台灣的那些 拿的股票都拿40萬股 為什麼拿16萬股 心裡也不平衡 所以美國的企業 對 我不能說沒有派系鬥爭 但絕對沒有這麼嚴重 你看西谷 西谷40%不是印度人 就是華人 對不對 所以他顯然就是看你什麼 績效 你的績效研發能力好的 我就重用 第二個 其實跑到國外去就職 往往指你的教育 所以一定是西加代卷過去的 對 指你的教育 那你假如到大陸的話 比如你的小孩 讀那個公立學校 回來跟爸爸問 爸爸 那個毛主席是不是偉人 你這個答案怎麼講 思想都被改中了 他的公立學校 要政治教育 然後 那我去念台商學校 但是這麼大的一個大陸 只有三所的台商學校 東莞 華東 上海 只有三家 那我聽說他們往往讀 讀到了以後要升大學 也是回來台灣考學測 讀台灣的大學 比較有花揮的空間 那也可以 你也讀大陸的國際學校 就有點像台灣的美國學校 歐洲學校 我告訴你 那個學會貴得驚人 一學期要1.5萬美金起跳 所以一年可能花了台幣百億 百億的學會 百萬 大部分的台幹老實講 這個是沒辦法 很高 那你即使在中國大陸 讀那個最貴的國際學校 讀完了以後 大部分還是去美國留學 是啊 所以我現在台今天員工 我就直接在美國 直接在美國念小學 國中高中大學 一條龍 所以這樣一個人才的流失 非常的可怕 再過來 我們講到政府的態度 我覺得政府的態度 現在不要成為人才的前客 有這麼嚴重 日本要 歐洲要 新加坡要 來 我通通給你 台積電最厲害 最厲害的工程師 我通通滿足你 變成這樣 不能像揮力賓 揮力賓是把他們的勞力 中介出去 那個勞力是沒有護家駕駛 可是做手腳功夫的 勞力在他們菲律賓的過額內 護家價值不大 什麼叫護家價值 投資一塊 產生超過一塊的利潤 對不對 但是你把他們的勞力 在外面當外勞的話 每一年菲律賓外勞 創造了300億美金的外衛收入 佔GDP的12% 但是我們的工程師 台積電的員工是勞力 這個勞力是有創造這個 附加價值的 他在台灣拿到了薪水 拿到了員工分銅 他一定是資產 一定是消費 那所得高的人 他對子女的教育投資會多 這個部分台灣都可以享受到 對不起 以後跑完到美國 通通沒有這樣的附加價值 所以這個吳敏球就講了 吳敏球就當年回台灣 從美國回來的 第一次被請回來的 對 他現在講說 美國不是真的要扶持半導體 發展什麼半導體 他是為了國家的安全 所以要求台積電 你給我最好的技術 在美國生產 但是我們的政府完全看不懂 積極的配合 當然有人最近批評很多 所以上個禮拜 行政院就通過一個 台版晶片法案 你們大家都不要吵 嘴都把它堵起來 要來按耐一下 其他的台灣半導體廠商 可是到底有沒有真的牛肉 我們看起來那個內容 表面上你看 這個前瞻創新的研發 可以抵減它銀鎖稅率25% 你購買了先進製程的設備 也可以抵減當年的5% 但這兩個加起來不能超過50% 但我告訴你 台積電一年繳的銀利事業鎖稅 給你抵減30%好了 也不到200億 你知道台積電今年前三季 已經賺多少 7000億 今年可以賺到9000億 杯水車薪 我一家公司可以賺9000億 我還在乎你抵減200億 不在乎 你不要當豬隊友 三不五十來我當人才的千客 給我指揮東指揮西的 我就很煩 所以黃聰忍講話了 立即店董事長黃聰忍講話 他現在是半導體產業協會的 產物理事 他說你這個晶片的法案 你假如是量身訂做 因為光低點 什麼叫前瞻創新 我看全台灣沒幾個 包括聯電都沒辦法 聯電都已經不做12奈米以下的 先進製程 他不符合這個 所以沒有幾家 黃聰忍說你不應該為台積電量身訂做 大家弄搞誰 應該鼓勵所有的半導體 當然現在網美話有講 5G 什麼低軌衛星 電動車也都符合 但是問題是說 黃聰忍說你量身訂做的話 他就帶頭反對 是好如果黃聰忍董事長認為 這個台版的金片法案就是為了 某幾家公司在量身打造的話 那受惠跟受害的各有哪一些 我們看一下台灣能夠想到這個法案 紅利的公司真的很少 但一定有台積電 因為老實講 這個也是呼嚨大家 因為仔細的那個條件要直法 台版的金片法案是母法 一個精神出來了 那就嫌疾之前當利多 但是真正它的規定 哪些的條件要滿足 你才可以享受剛才的稅負底檢 這個直法沒有出來 沒細節 沒有 還沒有出來 但是一般認為 我認為只有兩家符合 台積電跟電化科 因為它具有全球領先的技術 對不對 其他的你不是 你有 別人都有 都是成熟 自成 沒有競爭力 台積電的話 有人說有沒有可能選舉前500元 明天 明天就選錢 讓大家開心一點 對 但是今天是外資買進 外資大概是 可能看到 因為聯準會的會議紀錄之後 鴿派 昨天是調解5000張 今天買回了1萬張 有點短線的認錯 所以今天已經收到了496 明天投票之前拚500 但是其實這個禮拜 嚴格來講 你看這個禮拜 盤在這 1 2 3 4 盤在這個地方 這個禮拜它只有漲一% 真正要補漲的是 2454的聯發科 2454聯發科 它也符合 因為它是在5G當中 它5G的手機晶片世界第一 符合台版晶片法案 那聯發科這一波 比它沒有漲到 對 但是以今年一別 估計還有72塊 所以這個本益比它10倍 那明年的話 應該可以配到 超過今年的股息73塊 指令率會超過10% 所以它今天已經開始 有一點補漲的味道 大漲了4% 好 感謝蔡總對這個 台版晶片法案 受惠兩家公司 未來股價的解析 大家很擔心會不會 台資源去美國設廠會 掏空台灣人才動搖國本 但現在我們也要想一想 反向思考 有一些台灣的廠商 很努力的從大陸回流到台灣 帶來資金的活水嗎 有沒有可能是鴻海呢 因為富士康珍州廠 昨天晚上又出事了 這個公安跟員工大亂鬥 為什麼 因為中國清零真的有夠亂 現在台上都在喊快逃嗎 我想問一下威姐 怎麼撿不斷裡還亂 每天都有這個棍棒齊飛的 可怕的事情發生呢 明君 過去的24小時 全世界都在看現在電視上 觀眾朋友裡看到的畫面 無法想像 在裡面 這是在哪裡 這個中國大陸的鄭州 富士康的場 你看 柵欄被拆下來 大門被拆下來 全部棍棒齊飛 跟大白 跟警察對桿 在這裡面非常的可怕 很多人 你知道 被抓下來很多的民眾 居然當場 你看到沒 被打掛了 基本上有被壓在地上 打得滿臉 都是血 那在這裡面 你看 拿著盾牌的這個大白 就是裡面都是警察 都特警 在這裡面 你看 他完全拿著盾牌 你看 被現場的員工 打得結結敗 你想想看 這是一個非常強悍 在封城裡面 非常強悍的大白 員工是一股氣啊 對啊 真的 非常的氣 一股氣 沒地方發 除了這個地方之外 還有的人發現不得了 在這裡面 大白不是結結敗退嗎 居然有人發現已經拍到 他們在這裡面 有四川省 你知道 他是在這邊聚集 大概超過二十幾萬人的員工 連各省市的人全部都 久久咧 我是四川人 你是山東人 全部聚集起來 組織性的來對抗這場 那除了這個大暴動 你要看 還有人怎樣 他到了會場發心不得了 你這個牽狂 正不良對不對 你看 這些嘟嘟嘟 一排一排 你知道 敏軍你知道這是什麼 這是幹嘛的呢 這是特警 他已經出動特警 我跟你講 你什麼時候看到這個場面 你什麼時候看到這個場面 這是全中國出口量 最大iPhone 全球一半以上iPhone 都在這邊出的聖州場 其實它裡面另有貓膩 我們看一下 光封城這件事情 就造成了一群人聚集在這裡面 想出出不來重大的事情你看 目前正中你看 你看到這個事情 你想到上海 因為之前本來說 先七天 七天 結果果不其然 遠超過 11月19號 解除之後 就是剛剛繼續閉環 對 那個閉環其實講穿了 它還是在瘋狂 還在管理 結果你看現在淚封城 我跟你講 以中國的管理 他們當地民眾的效率 地方政府這樣效率 你能相信嗎 這部分 你覺得到底還要延長 封城封到多久 不要忘記 前一段時間是上海 上海3月 3月底說第一次封城 結果它本來說7天到8天 這是我有影響 封這樣而已 沒料它最後解封出來給你多久 至少將近三個月 我的天 所以鄭州廠的員工跟人民 就怕說這一封也封了三個月 也三個月 趕快跑啊 你三個月的話 請問你 你的iPhone 什麼時候才能拿得到 好想說威脅 其實中國其實各地 包含廣州或其他地方 目前疫情升溫封城不斷 那為什麼唯獨鄭州富士康 發生暴動 富士康在廣州也有廠 對 各位觀眾 我覺得最大的貓膩 最好玩的事情 我不能說好玩 我們只能說最重要的 一件事情疊加 你會覺得這是在中國 它的封城 不是早就封了大半年嗎 上海也封 哪裡也封 怎麼都沒有暴動 然後之前 這個其實大家也都封過 之前鄭州廠也本來有擔心 你看一下 這裡面有很多的貓膩 我會覺得無法想像 第一件事情 你在高峰期 它本來有三十多萬的員工 本來也全部都備齊 時間完全按照RUN 可是近期不一樣 近期正好是庫克 他們這iPhone正好在聖誕節 以及感恩節出貨的高峰 這個時間點非常奇怪 第二件 觀眾 觀眾 觀眾朋友你一定要看 這個非常的奇怪 你早就在封城 深圳的龍滑廠 也是動輒幾十萬人 當時不是已經封城 為什麼其他的廠 通通都沒有在這個 有發生暴動的事情 從來沒有出現過這種事情 第二件事情 你說好吧 龍滑廠 成都廠 是我自己過來的事情 我們再來看 合作廠 它也一樣做iPhone 為什麼它的供應鏈 一樣在封控 一樣停工 沒有出現過暴動 所以看起來富士康是被針對了 你看喔 我覺得明君 我覺得你這句話很值得注意 你看力訓 力訓是他們的 也一樣封控 它根本從來沒有出現暴動 在這個時刻點 它難道不要趕快去做它的 代工AirPods 你會覺得很奇怪 更重要的一句話 我們各位觀眾朋友 你一定要了解 鄭州場不僅是額度最高 而且影響最大 而且GDP戰的最大 而且我們上次有講過 在全中國出口的前十大裡面 第一名叫做鄭州場 之後才是龍華場 跟這個所謂的成都廠 好 問題就在這裡了 為什麼全世界的代工廠 500多家的企業 各國都有都在中國 它沒有發生所謂的暴動呢 這是史上第一次 這不是很奇怪嗎 你看這一次明君剛剛有問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民眾需要 這個冒著生命的危險 人家特警都持槍了 你不要命嗎 有一件事情 昨天除了我們也有 錄續跟大家講 有可能不想要跟染疫的人 住在一起 或者是有的人講說 我被富士康騙了 富士康答應我說 人民幣1萬塊 將當於台幣就已經有4.4萬 這個很高 可是為什麼我去領金的時候 只有3千塊 怎麼可能呢 還有的人講說 錢有的是到了 可是一下子一進帳的時候 卡就被倒 就不能領錢 孰可忍 孰不可忍 這個鳥為食王 人為才死 不可以 我就給你對幹了 在這個裡面 我們都覺得非常奇怪 可是你看富士康講了什麼 富士康說 今天完全按照合約 他是做過三四十年 在你中國大陸落地生根的台場 如果他會做這種事情 他三十幾年前就這樣了 他怎麼會到今天還如此 不僅他有講 我完全按照合約走 沒有像你講的這個狀況 我覺得有個染疫的老員工 跟員工混住 沒有這種事情 他親自告訴你 他現在都還在等 還在忍 這裡面還有講說 會持續的去跟員工 你有沒有看到 除了員工 還有政府 這個名詞很有趣 你這次的大暴動 不就是你的員工 你為什麼在這裡面溝通 你還要去溝通政府呢 所以在這裡面我們就要講 你知道 其實富士康不只要付 現在我們知道的 提高的錢的部分而已 不只是這個薪資 各位 你知道核酸檢測裡面 幾十萬人嗎 核酸的檢測 以前不是政府要付 現在我看 他在富士康原工裡面的廠 他要負擔一半 所以你知道光是 不要講前面我們已經找過的 二十萬人 光這現在的十萬人 已經增加進來的 你就要負擔 一百二十九萬到兩百一十六萬 等於一半 大概將近上百萬 全都是富士康自己要出的 富士康感覺就要被當肥羊仔 中國現在清零好亂 其實不只富士康 有意要出逃 我們看到好多大陸的台商 也都紛紛的決定中斷了 在大陸的生意 那對股價的影響 到底是好是壞呢 我們剛剛已經有講過 其實這全世界都在看 你這樣子在 就關鍵時刻點整富士康 到時候全球的外資都會看 中國能不能做投資 所以你知道 其實目前為止 富士康自己 也就是我們紅海 近期你看今天的事情 都跟他大盤漲都跟他沒關 可是他也很勇敢 他直到今天 影片傳的全球都在看 他的股價還上漲 0.5% 這是他的 對 利空不跌 所以我真的覺得 富士康加油 你的這個紅海百元有撐 撐過這段時間 我相信到時候 骨價會還你公道 但是我覺得在這裡面 純骨族可以這樣子 但是其他的人 我覺得很有意思 很多人已經開始 外逃中國了 開始潤對不對 那裡面其實居然也包含了 我們的八方雲集 還有美食 而且八方雲集居然 他準備要怎樣 他目前為止 在今年年底 要全部撤出中國 你知道在高峰期的時候 八方雲集在中國 當時他獲得利潤 有將近四分之一的門市 居然在中國 現在要走 當然是好是壞 所以在這個情況 其實我倒覺得 股價的訊息是好 目前為止 他滿強勢的 沿著五日線上漲 現在所有的軍線 全部都踩在礁底下 而且完全都會開花 所以目前為止是強勢 所以如果說 當然如果你追高的時候 你還是要防一下 他有沒有可能突破前高之後 會拉回整理 但目前的情況 消息傳出來 目前還可以 好 那就是85度機 也要從中國大陸 慢慢的撤退了 目前為止 他已經關了大概15家門市左右 這一段時間 大家都還記得 其實美食KY 他碰到很多的風風雨雨 但是在這裡面 以前他在中國享受 最大的一個福利 就是他的人口紅利 結果沒想到 這些人他發現 這些中國人民 可能未來口袋空空了 居然在今年之內 不斷去撤出 而且撤出有至少15家店 所以你看他的技術整理 目前為止 如果說他有可能突破 他目前他即將要去突破 突破相形 相形了 90到115元的相形成立 對 如果我覺得 有機會站上的話 他反正現在開始瘦身 那開始如果加速撤離中國 他搞不好 未來他要去哪裡 說不定是美國的美基店 要去亞利桑那州鳳凰城 所以我會覺得 在這裡面 只要突破他的技術整理 說不定接下來 瘦身的該瘦身 該怎麼樣又該處理的話 搞不好股價有機會上揚喔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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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